中国女排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战火激烈 江苏女排迎来了与山东女排的机动对决 这场比赛的背后是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故事和关键时刻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场激战的面纱 比赛一开始 江苏女排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最终以3比0的惊人比分成功晋级四强 这不仅是一场胜利 更是对整个球队实力的有利证明 值得一提的是 本场比赛中复出的张长宁成为球场焦点 他的回归为球迷带来了无尽的期待和欢呼 张长宁在比赛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首次复出 他以出色的发球技术稳健无比 展现了曾经在国际赛场上的高水平 即便作为替补出场 张长宁的表现却像一只积极的信号 为球队带来了新的活力 球迷们纷纷为他的回归喝彩 场上的呐喊声成为了球场的一部分 除了张长宁 江苏女排的其他球员也展现了出色的状态 在面对强大的山东女排时 球队保持了出色的默契合作 稳定的表现成为他们成功的关键 吴孟杰 龚祥宇 以及主攻小将唐欣的表现都令人瞩目 三人的默契合作 让他们在比赛中占据了先机 在喜悦之余 吴孟杰的坏消息传来 让球迷们为之惋惜 这也让人对他的未来表现充满关切 希望他能尽快康复 回到赛场继续为球队贡献力量 尽管吴孟杰的坏消息带来些许阴影 但江苏女排今年再次以全华般的阵容成功晋级四强 这一成绩着实令人振奋 尤其是在新球员为主的情况下 球队展现了出色的实力和团队协作 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肯定 展望未来 金苏对抗将成为焦点 张长宁的回归为江苏女排注入了更多信心 而与天津女排的对决 将成为球迷们期待已久的一场巅峰对决 这不仅是球队之间的较量 更是个体之间实力的较量 读者们或许会思考 是更看好张长宁的江苏女排 还是支持实力强大的天津女排呢 这场比赛不仅是技战术的角逐 更是球员们毅力与拼搏的体现 江苏女排的成功让人为之喝彩 而未来的对决将成为球迷们 巧手以盼的精彩篇章 期待着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让我们共同见证 这个激情肆意的女排赛季